中共十八大日起今天出爐 预定11月8日在北京登场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 新华社晚间6点以快讯方式报导 中央政治局建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1月8日在北京召开 新华社今天表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并通过中纪委的审查报告 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对局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际教育发展组织18号提案 紧急调查发生在中国的 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盗卖的人权惨案 消息传出 职业各地长期讲进中共迫害真相的退党义工表示 大陆民众越来越明白真相主动退党 加州一位义工表示 过去两天内全退239人 多项数据显示 大陆经济似乎出现成长放缓的趋势 但大陆官方却确实未能推出 强而有力的刺激经济方案 纽约时报报导 中国大陆新一代领导阶层 似乎对经济没有积极看法 方圆不管的苦果可能在明年初显现 新航亚太电视中立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章屏幕—